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林Sir投資三分鐘 Hello林Sir Hello Tracy 你好,上星期美國就開始出現了中概股的斬倉潮 當中都涉及了百度 早兩天的美股反彈升幅是6% 帶動了港股也有6%左右的升幅 到底現在百度跌完了嗎? 還有是不是留底的好時機? 其實我們要用兩種數據分析 第一種數據是技術性數據 第二個數據是基本面的數據 我們首先說到基本面 因為花旗銀行都剛剛是今週一的時間出了 但是它出一次過我們公司的神組財經的平衡 因為我們今週一、星期二連續兩天都出了 叫我們客戶追入百度 首先說回這個基本面 就是花旗銀行的感覺 它說其實事件發生是只不過有些投資者 它是買大了一些股目股份 就不只是買百度 它是買很多隻其他的美股 由於它自己一跌下來的時間 很多的美股跌幅很大 所以令到它一定要將它自己全部的資產都要套現 包括拖累了它其中其下持有的 譬如是百度或者愛奇藝或者一些中資的股份 所以被迫斬倉 股價就跌了下來 那麼花旗銀行這樣說 它說其實這件事對於百度自己本身的基本面 是完全沒有影響的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百度上個星期在香港作一個第二上市 上完市之後它集資多少 它是多了二百多億的金錢 那你想想一間公司無故多了二百多億的金錢 其實財務那個能力是不是立即提高了 那當然在這方面來說 有投資者是買了其他的股份 而累到它其中百度的股份是被沽售 這樣令到股價下跌 但不是代表就是那間公司有事 所以在這個基本面來講 百度是沒有影響的 第二件事就是从技术的层面 技术层面其实还更加清楚 因为你看上星期五的时间来说 在美国这方面被斩仓的数据 其实当日大手成交 什么是大手成交呢 我们叫block trade block trade的时间来说 一定是大户对大户的 不是散户对散户的 当日来说block trade是有200亿美元的成交 200亿美元之中来说 其实百度占很少的 你千万不要以为百度 啊 别人估200亿美元 不是 它都是部分的而已 去到今个礼拜一来说 block trade就有200亿美元 一减就减到28亿美元 第三个月还更加少 所以你看到那个斩仓潮 由上个星期五最大的时间的volume 就是缩到星期一 跟着星期二 那截然来说 你很显著就看得到 这种效应很快就会退潮的了 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你记住 被人斩仓的韩国基金 它是自己本身来说 是一个限的 它不是一个桩来的 就是如果这个桩被人斩仓 比如说这个08年事件 雷曼出事 因为雷曼来说是一个桩来的 它要underwrite很多的 股票投资给很多客户的 那变成如果桩出事 就会拖累其他客户 就会形成一个系统性的危机 但是如果客户出事 对于这个桩来说是没有影响的 你想想想每一天我们那些 显生工具 投资工具 就是牛红症或者认股症来说 随时来说突然间升高 突然间下跌 都变了有很多那些散户握着它 立即变成长子 其实变成长子 就是说你是限输了钱 那你看回过去这十多二十年来 逢侦限输了钱是应该的 不是不应该的 是预了的了 所以限输了钱 其实有什么事发生呢 没有事发生的 除非是桩输了钱 那就有事发生 所以我们觉得 其实百度这次突然间下跌的事件 是制造了一个好的机会 给你入货 你记住一件事 现在百度的股价虽然反弹了几天 但仍然在这个保利加通道的中逐线 和底线的中间位置 在香港的走势 你是看不到的 因为香港刚刚上市 过了一个星期而已 但如果你看回美股的保利加通道 因为它已经在美国上了十多年了 所以你看回保利加通道来说 就很清楚 在这个星期一、二的时间 它还是在保利加通道的底线之下 现在就刚刚升上底线之上 但是虽然有升 但升幅比较慢一些 我自己个人觉得 它由于在之前来说 最高位是354美元 今时今日来说 只不过上210多美元 所以这个幅度来说 距离以前的高位 还有三成多那么多 未来应该 我觉得股价是可以慢慢复苏的 所以你如果拿着这个香港的百度 不逢可以拿久一点 好的 多谢林sir 多谢今天的时间 收看林sir投资三分钟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 欢迎subscribe我的频道 和like我们的facebook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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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